CYC社區清廉中心和天下衛視合作的社區餘理節目 我是主持人Kyle Chang 陳嘉輝 如果大家有看這一季的節目 知道我們有跟大家分享很多亞太仇視事件的資訊 我們有介紹過CYC外展團隊和CYC受害人團隊 今天很榮幸請到我們Rams的其中一個合作夥伴 Rams列治民區多元化服務中心的Kristina Shay 蛇小姐 你好Kristina 你好 你可以和各位觀眾介紹一下自己嗎 各位觀眾你好 我叫做蛇仙群Kristina Shay 我是列治民區多元化中心的臨床服務主任 多謝Kristina介紹自己 我其實知道你和CYC或者Rams和CYC合作了很多年 最近我們有一個受害人的服務 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你和CYC如何合作 在這個項目當中 就好像Kyle說 我們CYC和Rams一起合作了很多年 是做我們社區的伺服務 鼓勢服務 亞太裔人民的服務 但是我們最近這一年 就是因為最近有很多壽視行為 就是亞太裔人民的受害者 我們這一年 或者我們講一講 列治民多元化服務 我們主要是心理健康的服務 我們這次和CYC合作 我們主要是負責心理健康的服務 多謝 其實我想問這些服務 為何對受害者這麼重要呢 因為我們知道受害者 通常有罪行發生 他們或者會怕或者睡不著 但是對心理學來說 為何這些服務對他們來說 是這麼重要的呢 因為很多時候 譬如被人嘔打 或者搶劫 受傷 很多時候人們會想著 我失了錢 或者失了財產 或者受了傷 要怎樣醫治好 這個生理的醫治好 很多人都想著 損了就查好 斷了骨就薄了骨 但是心理的傷害 怎樣可以醫治好呢 中國的傳統是怎樣醫治心 我們這個心理健康的服務 就是很多時候 跟我們的顧客一起聊一下 掃一下心思 還有教導一下他們 有甚麼方法可以調整一下自己的心理 謝謝Christine 其實你剛才說得非常好 譬如被人打劫 人們會拆損或被人打腫 他們會覺得皮外傷會看到 慢慢會埋口 或者腫會慢慢散 但是心理輔導是心理 他們未必看到對心靈的影響 究竟罪案或一些很嚴重的事件發生 對心靈會有甚麼影響 每個人的反應不同 譬如有些人 如果他們以前有過不同的創傷 可能今次的創傷很少 但是以前有過不同的創傷 有時新的創傷會提醒 他們以前的創傷未好 令他們記回 可能那件事是少 但反應可能更大 如果以前沒有創傷 現在有新的創傷 每個人的反應不同 有些是反應大 有些反應少 但最重要是 如果他們影響他們的日常生活 影響他們的飲食習慣 和和家庭朋友的關係有問題 這件事是應該要注意一下 我問你 其實你剛才也差不多回答了 但我想問清楚 一個人怎麼知道 何時要去尋求幫助 我想影響到他們的日常生活 但我好像觀眾這樣想 如果我被人打劫 我那個禮拜或是睡不著是正常的 但怎麼知道何時要去幫忙 剛才一睡不著 立即要去找幫忙 這件事很多時候都是個人來講的 很多時候 越早服務 越早接受服務 或者越好 但未必每個人都可以立即接受到服務 因為很多事情要辦妥 譬如我斷了手 我要先駁回手 如果我沒有錢包 我要很緊要拿回我的信用卡 證件 所以有時候 雖然我睡不著 雖然我很多心理的問題都要處理 但很多時候 實際上的問題要先處理 譬如 我要有得吃有得住 如果你沒有得住都要擔心的話 你沒有空間可以接受心理治療 所以看看每個人來講 如果你基本需要 有得吃有得住 那件事不是問題 你才有空間可以接受心理治療 明白 最重要是 照顧自己日常生活要的東西 或者才可以尋求到心理上的服務 不是的話 或者心都不在 都會掛念其他東西 一般人都是這樣 但有些人就是 如果心慌張到甚麼都搞不定 根本你叫他去申請信用卡 或者申請證件 根本心不存在 當時那時候 可能這位人士 可能需要先服務 所以每個人不同 真的每個人不同 我其實越聽到 對這個話題越有興趣 我們休息一會 我們下一次回來再慢慢 和Christina聊 本節目是由CYC社區青年中心特約贊助 好 歡迎各位回來第二節的社區與你 我們這一集很榮幸地請了 蛇女士從Rams 我其實繼續想問你 究竟心理輔導 或者心靈健康的服務 如何幫助受害者 一些經歷搶劫或不同的受害者 每個輔導員的做法有些不同 但一般來說 我們都是用談話來輔導 尤其是會說話之後 我們服務有弟弟哥 如果是大人 大人一般來說 都是用語言談話來掃出心聲 其實最重要我們的服務是 如何說呢 有私隱和秘密 所以譬如有些人想要說出來 才舒服 因為如果在心裡想來想去 想回或是發夢發離發去 他都是敘述這件慘的事情 人們會很煩或很害怕 所以我們有這個服務 就是用語言來掃出心聲 如果語法人可以掃出心聲 說多說少是除這個人的舒服 有些是五分鐘都說出來 有些是說不出 要我們慢慢幫他說出來 說得出來 有時心會舒服些 但有時也會讓他提起的 或是害怕的事或是發情 我們會幫他用不同的方法 會調劑心理 如果是不同的方法 是深呼吸也好 不同的活動也好 這樣可以讓他們可以調劑心理 可以慢慢平靜下來 謝謝你Christina 我深信很多觀眾聽到 現在在腦海中 已經有一個清晰一點 究竟輔導是甚麼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 都會看電影或聽別人說 但你解釋完之後 我自己都清楚很多 我們接下來準備了 一個很短的短片給大家看看 這個短片裏 我們訪問了一個受害者 一個被入屋行業的受害者 我們看看他有甚麼想跟我們分享 大家好我是Norris 是CIC社交車延中心的 受害人服務主管 我們來到這條街 屬於Excelcer和Ocean區的交界 我們今天來的主要目的是 探訪和採訪 因為在今年4月份 入屋行劫受害人 受害人其實是一個阿裔的老婆婆 都差不多有90歲的高齡 因為當時我不在家 我媽媽一個人在家 然後她突然聽到聲音很響 然後她就看了一下 外面 看著樓梯 然後有兩個人進來 她們都拿著槍 上來之後 她就拿著槍指著她 然後一個就看著她 另外一個就進去房間 插東西 插東西 當她移動的時候 她們的槍指著她 然後她就坐下 坐下 她就查 其中那個 就後來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就把她 拉著她 然後把她拉到廁所裡 把它關掉 然後她就忽然沒有出門 她就忽然沒有出門 最後她可能 聽到她們走 她就說 她在後面看著她們 自己開門 然後她走下去 她就跟著她們 就是看著樓梯 她就在後面等她們下 她就自己慢慢下 看到她真的走了 她才關上門 才上來打電話給她們 我們CYC在居清潔中心 收到警察部門的轉介之後 我們也有立即聯繫你 以及提供一些服務給你 我們也有上門去探訪你 那你可不可以說一下 我們CYC提供了什麼服務給你 CYC就打電話給她們 接著她們設置 然後她們就過來探訪一下 好像應該是第二天或第三天 她們來不到 就拿了一些東西探訪我媽媽 接著就告訴她們 她們有一點寶座 然後就幫我 又可以找新的醫生給我媽媽 接著就幫我們 在DA Office提供的醫生 因為她們聯絡不了 之後 應該不是DA Office 是那個 Supervisor Office 因為她們的時間比較遲些 就聯繫了CYC CYC馬上提供了醫生給我們 然後她們跟媽媽做了幾次 做了幾次的服務 由於有醫生 假假的 當你害怕的時候怎麼呼吸 然後我亦都在那補充 雖然還是害怕 所以晚上有時還睡不著 因為經常開始 我怕到連床都要移民 即是不可以人看著窗口 她覺得看著窗口 人家都要向窗口進來 所以現在連床都要移一移動 現在好像省來的小事 即是都發生了一個多餐廳 都很開心 聽到我們CYC轉介給你 我們合作夥伴的RAMS 轉帶那個生理醫生給你 都有一些幫助 我們也有建議你去加強你的保安 你有沒有做什麼措施呢 之前我的門 特別是迫的門是沒有安裝的 因為我想著幾天 整天發應該都不是這樣 誰知覺得現在真的三萬次 幾難下 即是危險是幾厲害 而且經常有事發生 所以就用了幾千元 將那些無痕化法 是可以出去 人家可以踢進去 都裝了在鐵面 鐵槍 那也很感謝你今天的時間 和分享 這件案件其實是在四月份的時候 由安世輝市參加安世輝的辦公室 轉介給我們CYC 目睹是希望我們CYC 可以為這些亞裔受害人 提供一些比較適合他們的服務 我們看完短片 CYC 我還有一個很快的問題想問你 究竟受害者的家人或朋友 怎樣可以幫到那位人興呢 受害者的行為 譬如不講心理的方法 譬如他們平時飲食有沒有改變 和人接觸有沒有不同了 譬如有時的人成哭 或者有時發脾氣 或者有時睡不著 如果家人身邊的人 看到他們的表現不同 應該關心一下 看看他們是否因為這件事發 而覺得心理不同了 或者平時去那個地方 每天我都去那個公園行路 但是因為在那個公園被人打傷 我不敢再去那個公園 那怎麼辦呢 那去第二個公園 要說我要有心理輔導 可以幫助我怎樣 可以不要那麼害怕再去 或者有沒有報警 警察是否真的有幫助 或者有沒有其他的家人 或者社會工作人員 可以幫助他們 再去他平時正常的活動 明白了 那多些了解 或者多些留意日常生活的對方 好 那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轉個頭 繼續和Christina慢慢談 好 歡迎大家回到第三節和最後一節的社區與你 今集我們很榮幸有Christina 從RAMS 我們談了很多關於心理治療 心理服務和受害人 其實我想問 幫助受害人提供心理服務 最難的挑戰在哪裏呢 很多不同的挑戰 第一就是那個受害人 何時是準備好去接受這個服務 好像我剛才這樣說 每個人的時間不同 還有好像 其實中國人 傳統上 心理輔導這件事 是一個很外國的觀念 怎樣可以 我們中國人都可以接受到這個服務 第一樣就是要過了這關 譬如我斷了骨 我會打石膏 弄好腳 你是鐵打也好 打石膏也好 你都會想治好斷骨 你告訴別人我跌倒斷骨 不是很尷尬的事情 但如果我心靈受了傷 需要心靈的輔導 很多人都好像不太好意思告訴別人 所以我想這個是第一步 第一步要過了這一關 是覺得 如果我心靈受了創傷 去醫治我的心靈 是應該的 如果過了這一步 你可以開始接受服務 以及接受服務 看看 你是哪裏可以找到 適合你的心理輔導員 好像CYC和RAMS 我們現在有個合作 是專為受了傷害的中國人 可以有這個服務 但這個服務是短暫的服務 如果一個人需要長期的服務 去哪裏找到這個服務 還有醫療的現疏 會否真的給到你這個服務 所以這個都幾多不同的挑戰 其實你剛才說了一個很重要的點 在我們亞洲人文化 其實心靈上的服務 不是很普遍的 甚至不多說的 我記得我小時候 覺得有人有需要去見心理輔導 就真的有精神病 或者要入到精神病院 但自己身為一個輔導員 我知道其實跟事實差很遠 其實一般人我和你都可以 接受輔導都有得益 其實如果一些人有些誤解 覺得我沒有精神病 我心靈沒事 我根本沒事 我被人打傷而已 你有沒有什麼提示 可以勸到這些朋友 可以軟化一下 未必真的去到準備的地步 但起碼不會說 我完全不見 我完全不肯 有沒有什麼提示 可以給到各位觀眾呢 好像我剛才這樣說 如果你斷了腳 你要薄一點骨 要打分石膏 或者鐵打 弄好腳 你的心靈如果是被創傷 是被人嚇傷 打傷 或者你的皮外受傷 你的心靈都受傷 如果你心靈受了傷 是補回心靈不再受傷 其實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怎樣可以 你是鐵打還是打石膏 你自己有得選擇 多謝你解釋非常好 我希望各位觀眾都知道 其實不要忽略心 不要只是你皮外的事 其實皮內的事 對我們影響重大 我們來到節目尾聲 其實我還有最後一個問題 想問你 我知道你做了這一行很多年 有沒有一些成功的個案 或者個例 你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有我想過 但是因為私隱權 我就會做一個 怎樣說 我是用實情來做個故事 好 譬如有個中年女士 她在公園被人打劫 送了輕箱 然後手袋被人搶了 之後她接受CYC的服務 就幫她拿回證件 但是 而且皮外箱都開始慢慢好 但是她還是晚上睡不到覺 或者就算睡著覺都會做噩夢 幸好CYC的工作人員 說服她來到RAMS的心理治療服務 我們就跟她聊天 她又掃過她的心聲 我亦都幫她做不同的心理的運動 技巧 讓她可以深呼吸 或者想想其他開心的事情 讓她不會整天都想著事情發生 或者晚上睡不著 怎樣可以深呼吸 讓她慢慢可以安靜下來 可以睡覺 最重要是睡到覺 那天才有精神 晚上睡不著覺 那天才更加更害怕 還有 跟她講 怎樣有什麼方法 可以再去公園 是有人陪她去公園 可以休息 然後可以自己的心理 用不同的運動 可以讓自己放鬆些 可以再去她以前喜歡去的地方 不會又不敢去街 又睡不著覺 又做噩夢 那我再一次謝謝你 Kristina 和我們分享這麼重要的故事 我希望這些女士 可以盡快康復 那我再一次謝謝Kristina 你的時間 和我們提供了這麼多 心靈健康的資料 和知識 或者得益良多 那我們下一集 同一時間再見 多謝 拜拜